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把你的NAS的健康状态 变成我们Home Assistant里面的传感器 这样呢 你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到 你的NAS的工作状态 现在NAS已经很普遍了 大家一般都会有一个NAS 在家里面放的24小时开的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状态呢 你就需要登录到NAS的系统里去看 这期节目呢 我就教大家如何 在Home Assistant里添加一个 控制面板 来实时的观看你的NAS的 存储状态、CPU状态、网络状态 等等状态 现在我这个界面呢 就是我已经配置好的一个 QNAP的NAS 监控的界面 因为我手里只有一个QNAP 所以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用QNAP做演示 大家看第一行 第一行是Memory Usage 这个是我们现在NAS的内存 使用状态 然后第二行呢 是CPU使用状态 还有我们的两个网卡 ETH1和ETH0的状态 中间这个呢 是我们的券使用率 也就是说你的磁盘使用率 空间占用率现在是多少 我这个NAS上面什么都没放 所以呢它现在是0% 最下面呢这个状态呢 是我们NAS的健康状态 如果这个NAS有问题了 它会出现Warning啊或者是critical一些警告 这样的话你可以随时的了解你的NAS的情况 健康状态 我们NAS呢 比较常见的有两种 我知道有两种 一个是QNAP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 比较多的群灰系统 甭管是黑群灰还是白群灰 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监控的 好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用我们的Home Assistant来监控你的NAS健康状态 好首先呢还是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里边新发表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介绍了如何监控QNAP NAS 还有群灰NAS 我们其实只需要把这个Sensor这一段复制下来 然后粘贴到我们的YAML文件里就可以了 这个是很简单的 我们首先复制它 然后我们回到Configurator 大家注意啊 如果你的网页里面没有Configurator 请观看屏幕右上角 提示大家的如何安装Configurator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那期视频 来安装这个Configurator 好我们打开Configurator 之后呢 打开Configuration.yaml 配置文件 我们找到Sensor 因为我刚才我这个界面里没有Sensor 所以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Sensor的大类在这里 我们把刚才的配置直接粘贴进来 大家看 这是Sensor的大类 我们点左边这个折叠 大家看Sensor就没有了 都折叠起来了 然后我们找一找其他位置 如果没有Sensor呢 就是正常的 我们不可以同时出现两个Sensor大类 如果你已经有Sensor了 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平台这个位置开始复制 然后把这一段粘贴到你Sensor下面 也就是说折叠起来是这样的 然后你底下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平台 好那我们粘贴过来之后呢 首先就是改我们的IP地址 这里面填我们NAS的IP地址 下面这一行呢是填我们NAS的用户名 我的用户名是Admin 接下来就是我们NAS的密码 我们只需要改这三个位置 然后点一下保存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配置 这就是QNAP的配置方法 那我现在给演示一下群晖的配置方法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把代码复制到配置文件里就可以了 我们在后面加一个platform 然后我们还是把IP地址和用户名密码改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platform这块 大家要注意它这边格式有点问题 我们要调整一下 调整到可以折叠 可以折叠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手里没有群晖的NAS 所以这边呢我就不再修改用户名和密码了 然后我们保存之后 进到配置 服务控制里边 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Home System的进程 好 现在我们的Home System重启完成了 重启完成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配置的那些东西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首页 如果你的首页不是像我这个样子 而是这些传感器全都在上边排成一排的话很难看 那么我们可以从右上角这三个小点点点击配置UI 然后再点这个三个小点使用原始配置器编辑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些Sensor全都在Bedge这个位置 你只需要把Bedge位置的Sensor都挪到下面这个Intitus下面 像我这样摆就可以了 然后点一下保存 退出我们的界面编织器 就可以像我这样显示你的传感器的 NAS传感器的健康状态了 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提供的这些监控传感器不够用 那么我的博客上还会提供更多的一些传感器的类型 比如说现在的网络只有上传多少MB 两个网卡的上传 你还想要两个网卡的下载的状态 那么请从我的网站上去查看更多的一些监控的项目 我会把一些全部的监控项目都列在哪里 然后你去挑选你需要的去配置到我们的样面文件里就可以了 好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的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